静岳湖畔 百鸟亭 这里是桃花岛修士初一 十五举行交换会之处 正值十五 方夕一身轻袍 头插木簪 大袖飘飘 风度翩翩 来到摆摊处 这人是谁 不少后来的散修与招收的仙苗们面面相去 都不认识他 此人如枝兰玉树 风姿卓绝 若之前见过 他们必然该有印象才是 还是几个老木家人揉了揉眼睛 认出来了 这位乃是当年三家之一的方西方道友 原来是翡翠衙的老人 一名少女喃喃自语 似乎想到什么 又在关键处捂住嘴巴 背后议论可以 当面议论一位练起中期巅峰的修士 他还没有那个胆子 在三十六岛中 练起后期足以坐稳岛主之位 而练起六层骑马 也能混个中层 甚至是长老 毕竟他们距离后期 就只差一步了 虽然这一步 可能一辈子都跨不过去 方西没管这些人 摆开摊位 上面是最新练出的一批止血丹 以及一些下品的解毒丹药 还有大批屁股丹 因为价格便宜 很快就有修士上来问家 言谈之中 方西也透露自己是一位练丹师的身份 并且承接练丹 可惜没几个修士信任她的练丹之术 导致生意寥寥 不过方西也不在乎 反正只要打出这个招牌 日后想要请托的直接去翡翠衙 就是了 老朽目中见过世叔 恭喜世叔 练丹之术大成 这时候 又一个老麦修士来到方西面前 拱手行礼 他头发花白 手上脸上满是皱纹 骨节却很粗大 一看就是常年劳作的老玲珑 嗯 你是牧家之人 修仙者过目不忘的能力 让方西回忆起来 这人是当初跟在朽木老到身后的一位 不过当初要年轻些 牧中自失一笑 世叔还认得老朽 真是荣幸 哎 当年老祖宗音音叮嘱我等 要学习道友的稳健 音容笑貌游在眼前 不想就过了十年寒暑 又交谈了几句 方西知晓 这牧中 就是当初跟木门闹着分家的一脉 如今分到了两亩灵田 一家五口人精耕细作 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 虽然赚不了什么零食 但胜在充实安全 牧中感慨道 这次岛中去方氏的队伍出事 其中就有两个木家之人 二房三房哭天枪地 家主却还在算计 他那点零食生意 言语之间 颇为愤愤不平 方西这次出来 除了静急私动之外 就是想打听一下 那个赢甲人的消息 文言却是叹息 木闻也有难处 如今每年都要偿还大笔零食 压力很大呀 一旦凌空方式的店铺生意变差 那可就 哎 老朽当年就应该劝住家主的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家族根基有失 百年之后 老朽怎么有脸去见老祖宗啊 木中用脏兮兮的袖子 擦了擦眼角 握紧拳头 都怪那个该死的 银甲人 是啊 都怪那个恶徒 方西同仇敌愕地摸了摸脸颊 不知那人究竟是谁 有何来历 不知 但这次之后 凌空方式发了通缉令 我等才知晓 那人不仅当年 击伤金牙老怪等修士 更曾经在宝传方式之外犯下弥天大案 杀了五个恋气后妻 估计当时便有伤在身 否则 风 墨两家老祖未必能活着逃命 木中提到这人 简直是咬牙切齿 他虽然看不上墓文 但眼看墓家投资遭遇挫折 同样感同身受 作为家族修士 与家族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并非分家 就能割舍这层联系的 是啊 方西南南着 没想到当年之事 已经查到这一步了 好在他当初一开始去保传方式 就是用的假身份 前两件是我做的 但最近真不是我呀 肯定有人假借我的名义 这是为了什么 钓鱼吗 管它是钓谁的 反正我死活都不出去了 方西想了想 心中不由大定 准备已不变应万变 反正最坏情况 不过自己舍弃一切 跳湖穿越罢了 青木灵体已经成就 自己又已修炼到炼器七层 并不很亏 只要还活着 就有重来的资本 外界如今纷纷传闻 那银甲人乃是炼器大圆满实力 更兼修炼体 战力强横 杀炼器后期如同杀鸡 受此影响 凌空方式人流顿俭 生意惨淡许多 一个银甲人 只能制造混乱 令人心惶惶 然后若是迟迟不能拿下 就会引动其他节修到来 与原本修士心中的贪念 导致凌空方式周围治安更加混乱 从而影响生意 最终就是恶性循环 这种熟悉的味道 令方兮不由回过未来 这感觉搞不好是钟家干的呀 他查案根本不需要证据 只需要看谁最后得利 嫌疑便最大 凌空方式生意受到影响 钟家哪怕不是第一得利人 第二得利人 第三得利人也绝对够得上 至于钟家为什么搞出银甲人 特么的是这是找替死鬼呀 毕竟不能明目张胆地开战 而银甲人十年前便犯下大案 又在宝传方式附近杀过人 肯定不是钟家的人 可以撇清关系 方兮很清楚这一点 因为他能确定那个银甲人是假的 但别的修士不知道啊 在他们看来 那银甲人形式凶残 类似摩修 十年之后养好伤出来继续犯案 是很正常的情况 不至于一下便联想到钟家头上 好你个钟家 借我名义 还给我泼脏水 小本本安排上 日后必有所报 方兮心中暗自咬牙 表面上 他依旧神色如常 做着生意 等到时间差不多之后 便准备起身回翡翠衙 这时候 人群中忽然有些喧嚣 旋即向两边分开 向一位少女行礼 脸上纷纷露出讨好的笑容 口称 少岛主 嗯 方兮没有抬头 神识一扫 顿时就见得一位穿着红色如裙 体态轻盈 长着一双单凤眼的少女 此女修为表面看上去 只有炼气四层 但在神识之下 她所隐藏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赫然有着炼气五层修为 修炼了一门收敛气息的功法 这大概是阮心灵要求的 毕竟木秀鱼临封闭催之 并非什么好事 此女就是阮丹吧 不愧是尚品灵根的天才 那炼过如今还在练气初期徘徊呢 方兮心中暗道 不过炼过不仅灵根资质 不如对方 所得到的培养与丹药资源 更是天差地别 被甩出如此远的距离 倒也可以理解 软丹表情如同万载寒冰 一般冷淡 来到方兮的摊位之前 你便是方兮 我正是方兮 见过少岛主 方兮起身 行了一礼 气度风姿都是相当不俗 但阮丹见着 眼眸深处却变得更加冰寒 之前她小时候 便听闻过此人一人一见 岛主之下 无敌手的传闻 后来成为岛主弟子 此人却成了缩头乌龟 龟缩翡翠崖牙 十年不出 到了去年 岛主约战金牙老怪 此等干系重大之事 对方竟敢推脱不来 早已将自身视为少岛主的软丹 自然见不得在自家地盘之上 还有此等 翻阵存在 更何况 师父与对方隐约间的某些关系 让少女心中更是不愤 常年累月积累下来 见到方熙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方熙却跟没发现一般 少岛主可是需要丹药 在下摊子上 只要看得上的 便送你不需要 软丹冷冷回应 那 少岛主可是要炼丹 实不相瞒 比人的炼丹术 已经到了一阶下品 这承丹率 方熙正滔滔不绝 忽然就被软丹打断 久闻方道有斗法犀利 软丹不才 三年之后 想去翡翠衙 亲自讨教一番 少女心中有着强大的自信 她如今真实修为 早已突破炼器五层 三年之后 必然已经炼器六层 甚至可能 修炼到六层巅峰 区区一个散修的炼器中期 哪怕兼修炼体 她也能战而胜之 居然是斗法妖约 岛主弟子亲自约战方熙 莫不是对翡翠衙 已经颇为不满 围观的散修与弟子们 纷纷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他们对于翡翠衙 跟双子峰的特殊地位 早就暗中不满与妒忌很久了 此时见到方熙遭难 不落井下时就算不错了 倒也有几个老成些的 还在担心 少岛主是否太过冒险 毕竟这方熙是炼器中期巅峰呢 手段老辣 又有炼体之术 呸 少主河等天仙人物 怎是一个区区一个散修能比 三年之后 必然是少主获胜 一群吃瓜群修 甚至都差点为此争吵起来 这个 要不还是算了吧 在下如今 只想好好养生 不善斗法 方熙挠了脑脑袋 没想到出来一趟 还能遇到这破事 纵然道友 一心躲在翡翠衙 我日后也会亲自登门 阮丹早已做好这个打算 今日不过是正巧遇到 便定下约定而已 哎 少岛主你既然苦苦相逼 那在下 认输 在下认输啊 方熙却丝毫脸皮都不要 直接认输了 阮丹听到这里 不由愣住 他想过很多种情况 唯独没想到 对方会直接对自己一个 区区明面上的 炼气四层认输 这人还要不要脸了 所以说 也认识